大家好 我是Calvin 今集的IB 收集系列第89集 近期港股IPO非常热闹 每个都趕着半年之前招股 足足有十多个新股同时招股 我自己抽新股的策略也是非常简单 哪个都能抽就抽哪个 老实说 我就不会花时间去做 提销固书或基本课计 如果抽到的 上市之后第一天 暂时都会放的 大家都知道 现在抽新股 越来越多人抽 越来越难玩 有时连B组都要抽 所以在资金利用方面有难度 有些人在银行抽 因为息比较便宜 也有些人选本地整形行 息虽然贵一些 但有时可以借10倍 而且又有暗盘 另外还有方法 之前也说过 就是用IB仓库的价值去抽 不需要另外再拿钱出来 整整100%抽新股的钱都是借回来的 当然 100%的钱都是要给孖箭吃的 最近在IB抽新股页面有少少改动 我们去看看 先回到后台 Account Account Management 再trade IPO subscription 这里可以看到不同新股的资料 最重要是看看Leverage Ratio 这个有6倍 即是如果我的仓位 Available Fund 有100万 最尽可以借到600万 另外IB的Cut of Time 是有机会做过其他正硬行 例如我想抽2192 左边看到资料 右边可以看整个仓位 Available Fund 有多少 这里可以选择抽多少股 例如想抽一个B头 20万股 需要549万4千888 如果你要借尽 可以除7倍 这里可以留意 这里可以留意 它有一个surcharge 0.29% 即是说 margin利息 on top 再要付多0.29% 究竟现在 借港币的margin利息是多少呢 我可以看看 例如借一个B头 大概借500万 现在港币息率是2.089 如果加上surcharge 0.29% 就是2.379% 其实有一个终极的方法 就是运用买买外卫的方法 借的时候 就用USD.HKD 买入港币 变相将整块钱借港币 变成借美金 可以在这里看到 如果借美金 Under 100万美金 息率就去到1.08% 凌加surcharge 当抄身股退款的时候 就卖出港币 买入美金去平数 理论上是这样操作 我自己试过一次 因为晚晚我会有个T加2交收 那次又刚好撞正假期 但实际上的息率 就不是说省很多 你可以计算一下 看看有没有需要这样做 有人会说 反正你的Awareable Fund 都可以withdraw出来 拿出来去其他地方抽就可以了 是的 但如果withdraw出来的钱之后 真的市场大跌的话 仓可能出现问题 有机会保抹账 但如果留在IB抽新股的好处就是 IB只是暗地里扣了Awareable Fund的额 就完全不影响你本身的仓位 以及你的Maintance Margin 所以跟withdraw出来 是会有点分别的 我自己通常都是 真的借到没钱去抽新股 才会想起用IB的仓位去抽新股 以及IB抽新股 它会有100元收费 以及没有运盘 说了这么久 还没说我打算抽哪一只 其实暂时来说 我还是会抽最大楼 最多人抽那三只 2192 伊麦通 9960 康星环球 2137 腾胜博弱 这次纯粹分享多一个option 给大家 去用IB的抽新股 没有任何投资建议 自己投资自己负责 记得like share subscribe 按下面的IB链 我有点回赠 可以支持channel的营运 有兴趣可以订阅patreon 今天星期update我收息组合的仓位 大家可以看看 下集再见 拜拜 by bwd6